一个过程 小雕章城在沈阳长大 现在是一名甜点师 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珍城 钟晴鱼把童年的味道 融入到西点当中 他希望在这次市集当中 带来与众不同的味道 我们整个品牌叫澳极 我们东北地区 因为少数民族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整个语气里边 澳极的这个词 可以泛指我们东北地区的人 事以及物 所以说后来想 那既然我是一个 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而且我想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品牌发展好了之后 我想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从东北本土 出来的一个品牌 出生在东北 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因为可能相比于南方 我们在我小时候 可能发展的速度 没有那么快 所以说我们会保留一些 很原始的一些统俱 我是一个比较 有童年情节的人 所以说你像我的小时候 可能比较对像糖葫芦 像我们可能东北 比方说榛子 甚至一些山核桃等等 这些东西是比较有眷恋的 我把一些传统的技法 用到一些现代的一些甜点里边 做一个融合 来重新演绎一些 我们传统的一些天使 能不能说有一天 我用这种西点的 所谓的可能说穆斯 或者之类的方法 做一个创新 然后让更多人去 记住这些味道 并且在可能在 某一个时间段 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段 来品牌的味道 然后会引起一些 自己的一些回忆和共鸣